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阿格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你們應該會很有興趣的主題 相信大家在YouTube上應該會看到很多YouTuber 公布他們的收入是多少 一個月可能少從十幾萬 甚至到一年上千萬都有 不過在網路來臨之前其實大家會很關心的是 版稅的一個收入 在以前的版稅的時代不管你是出唱片還是書本 大家就會幻想說我能不能出一本書 或是我能成為一個歌手 靠著版稅這樣被動收入來賺錢 就像現在YouTuber一樣大賺 今天我就要跟你首次大公開 版稅到底好不好賺 出一本書到底能賺多少錢 那為什麼我能知道這件事呢 因為我自己也出了兩本書 我叫阿格力 那我今年要出我的第三本書 所以我其實對於出書這一塊有很多的一個見解 那我過去的兩本書曾經在2018以及2019 在金石堂以及伯克萊 我都是百大財經暢銷作家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知道一本書賺多少錢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身為一個財經作家 在我們這個領域最常聽到一句話就是說 買書的駐套房 賣書的買套房 那什麼是駐套房呢 我跟大家講如果你沒有投資股市的話 所謂駐套房就是你股票買貴啦 你被套老 套老意思就是你也賣不掉 因為賣掉你可能會虧損 所以你就選擇一些不要賣 所以這就是叫做駐套房 俗稱叫駐套房的概念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說買書的駐套房 賣書的買套房呢 因為坊間覺得說出一本書 其實是可以賺很多錢的 所以這些投資老師們 可能可以在雙北市買一個套房 大家知道現在雙北市房價很貴嘛 你買一間套房可能動輒將近千萬這麼多 所以這些投資老師真的能靠賣書買套房嗎 今天就要跟大家一一的剖析 到底賣一本書能賺多少錢 紙本跟電子書又能賺多少錢 接下來就聽我獨家跟你講解喔 講到做生意你一定要談到營收嘛 那營收想必就是售價去乘以你的銷量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本書 到底能賺多少錢 以一般的創作者來說 如果你是新人 得一本書差不多10%的版稅 10%就是說 假設一本書300塊 那10%的版稅就是30塊 但30塊你覺得這個版稅 真的能讓作家們去買套房嗎 30塊 你現在連一個50欄的中杯真欄 你可能都買不到對不對 所以真的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好賺 所以這是紙本書的部分 一般的版稅是10% 沒聽錯 10% 很重要所以講三次 除非你是很火紅的作者 但如果你是很火紅的作者的話 其實就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自己已經簽約第三本書 我的版稅確實有在提升 不過跟你是一個新人的時候 由於這個書 銷量實在太少了 所以你的收入不會很顯著的增加 銷量多少呢 我先跟大家講 我自己的書其實有賣超過1萬本 不過1萬本並不是一個大家都可以達到的一個數據 我分享給大家偷偷偷偷講一個數據 我知道一個出版社是台灣前五大 那他一年賣超過1萬本書的可能不到10本 不到10本你沒有聽錯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賣到1萬本書的 好那假設這個作家像我一樣是暢銷賣1萬本書好了 那我們剛剛講到資本書一本賺30塊 那這樣他賺多少錢 他也賺30萬 我有算過我第二本書叫做生活投資學 這本書我大概花了300個小時寫 你想說寫一本書需要300個小時嗎 其實需要 因為你沒有靈感的時候 其實你在 你光在那個電腦前那邊等你文字出來的時間 可能就佔據了大半 所以寫一本書其實是蠻勞心勞力的 所以很多作家1年如果能出1本 這樣就很厲害了 所以你看你投入了300個小時 而且還不包含你出書之前你的門檻 像我自己出書之前為什麼人家會找我 是因為我在網路上寫了超過100多篇免費的 投資的分析 所以你看你前置的成本加上你寫書的成本 而且寫書之後跑各大通告 他不要以為跑通告是名嘴 一幾幾萬塊 就算名嘴通告費也沒有那麼多 你跑通告啊 很多其實是連錢都沒有 因為人家能讓你打書就很不錯 所以綜合起來 你30萬的話 你還要扣稅 二代健保 扣一扣大概只有20幾萬而已 那我知道還有很多人說 那現在不是有電子書 現在很多人都買那個什麼 亞馬遜的平板 大家都在看電子書 我跟你講 如果你想要自私做的話 千萬不要買電子書 電子書一本的版稅一樣是10% 不過呢它是以實際售價來計算的 例如說我自己常常在博客來買那個電子書嘛 那有時候特價一本才大概100塊 所以10%是多少錢 你買我一本電子書 我大概就只賺10塊錢啦 可能連一包科學麵 未來漲價就買不起了 所以總結來說 賣一本書到底能不能賺很多錢 答案是否定的 不可能啦 如果賣一本書能賺很多錢 我跟大家講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我2017年出了一本叫 我的購物車懸股法 那2018出了一本叫生活投資 我2019沒有出 我拖了稿 拖了一年 就是為什麼 因為書實在太難賺了 那當時候我在出書 第一本的時候 我是學生 我是博士班學生 第二本書的時候 當時候我在當兵的時候寫的 所以你出社會之後 如果要寫書 你考量這個收入機會成本之後 其實我覺得 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好賺 不然我2019 如果書好賺 我早就出了嘛 是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們 現在又會想要問我一個問題 你告訴我 那就要跟你一本書那麼難賺 那你為什麼要寫書 是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我跟大家講 寫書對我來說 還有另外其他一些意義 首先我覺得這是對於我讀者的一個回饋 因為像很多讀者 他其實並沒有很多的錢去參加投顧 那參加投顧老師 一個月可能會費就上萬塊 那買一本書只要兩三百塊 我覺得這是多數人都負擔得起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我讀者的一個回饋 第二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比起賺版稅呢 在投資上賺的錢可以比較多 寫書其實可以幫投資上賺更多的錢 像我自己在寫書的過程 我會去驗證過去的一些操作紀錄 就很像自己投資筆記的一個整理 那從這個過程中也可以發現 自己當初有哪些思考 其實是前後沒有呼應的 所以寫完一本書之後 我覺得對自己投資的邏輯會更強 在投資市場上的勝算會拉高 我覺得那個比較大的利潤反而不是輸的錢這一塊 我剛剛有講嘛 你賣一萬本書 扣稅之後了不起賺個將近三十萬 那你在投資市場裡面如果順的話 賺的三四十萬以上 其實是算相對比較簡單的 那最後我覺得是賺名氣 尤其對我這種博士生 以前念過博士的來說 以前做研究的時候搞了三年 像我第一篇 paper 搞了三年 然後才 publish 在國際的期刊上 那個根本沒有幾個人在看 那你又花了三年的時間去研究 所以比起寫書來說 其實我覺得算已經相對幸福很多 就是寫書其實是一件相對幸福的事 你可以賺到自我的實現 然後對自己一個投資的總結 總之我覺得心理的爽度 是大於所謂實際上的利益的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我要寫書的原因 所以第三本書鐵本門一定要買喔 我今天特地動用關係請到我搶著朋友的朋友 黃沛生律師 做黃沛生律師是台灣非常厲害的商務律師 而且今天大家看這個頻道就賺到了 因為聽說跟他諮詢一小時 要一萬塊 我覺得這個錢真的是值得花 你待會看我們的內容 你就可以知道 我其實很厚耶 沒有早一點花這個諮詢費 不然賣書就不會只賺那麼少了 黃沛生律師我想請教你們 趁這個機會自肥一下 這樣我就可以省下諮詢費了 投資作家真的是很會算 像我自己有一本書叫生活投資嘛 那台灣其實講生活投資這個哲學 大家都知道是由我主要論述的人 我就曾經發生過一本月刊 它整本的主題就是生活投資 然後它就抄襲我 架構啊 它沒有每個字都抄 但是架構那一看就是我寫的書 那它裡面有提到 阿格力也提上這個觀點 就聯名我 不過那本書 它也沒有事先告知我 那它賺了百歲 其實也沒有分我一毛錢 那遇到這種事我可以告它嗎 我可以像那個專利章一樣 靠專利告人家賺錢 而不是靠專利本身 好 大家好 我叫做黃沛生律師 剛剛阿格力所講的這個東西 就叫做致敬 好 致敬 好聽一點是致敬 對 沒錯 你的書被人家致敬了 代表你的已經有知名了 也算是一個認證啦 認證 對 不過你想要靠告人家來賺這筆錢 我敢說這個恐怕是要失望而已 好 因為告人要賺錢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 第一個 著作權呢 它保障的是出版的這個形式 而不是出版裡面的理念 形式 也就是說舉例來說呢 像這本書呢 裡面的這些字呢 就像你寫的東西一樣 如果有人要copy它 真正算是侵害你的著作權的狀況底下 它必須要是完整一字不漏的才是 那裡面呢 你所主張的生活投資 這種叫做理念 那理念的東西 著作權是不保護的 這麼慘喔 這樣以後誰要出書 難怪現在他都不出書了 所有的東西裡面保護理念的 只有一個是叫做專利權 專利權就是那個idea呢 我們申請出去了國家保護 以後才會保護 但是著作權呢 完全就是大部分的部分 是一字不漏的 才會被保護 好 那所以這個部分 大概是不用思考了 所以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著作權其實並沒有那麼的厲害 尤其是在台灣的法律來保護 在法院裡面 要去算怎麼樣賠償你的損失的時候 它是以你的損失來計算 那要怎麼計算 就是如果人家copy你的書 去賣一本的話 那他的那本叫做假書 假書 他的假書賣一百本 你就可以得到 他一百本你該得的那個部分 就是他的犯罪所得 就歸我這樣就對了 對啦 對啦 所以那你看呢 剛剛你說你 賣一萬本 台灣已經算是非常暢銷的作家 賣一萬本 那如果在人家copy的時候 他的品質一定不會 你出了真書那麼好 那他有辦法再賣一萬本嗎 對不對 假設有好像也不多 不太可能 那假設是這樣 你也才多賺三十萬 因為律師賺很大嘛 我們都被律師賺錯了 另外這三十萬 還要再給律師 至少要一半 專業是有價的 其實是這樣 其實你賺不到更多 所以沒有辦法靠人賺錢 不太有機會 那我們要怎麼樣才能 靠書可以賺更多錢 因為現在書很難賣 有沒有一些美感分享給大家 對 與其 因為我特別是著重在做商務的這個律師 那與其你要透過訴訟或去告人家賺到錢 我建議還不如我們在著作權的安排上面多下工夫 這個要怎麼樣去做 第一次聽到 對 那很多的作者常常見的就是 在書好不容易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寫好了之後 一次就是把它授權給同一個出版社 通常不是都這樣做嗎 像我的電子書跟紙本書也都是 一次簽給同一個出版社 對啦 那他們出版社都會拿一份合約給你 那常常見的是那個合約裡面 就直接寫了 其實你的著作權是整個賣斷給那個出版社 這樣不好嗎 它不好 非常的不好 你賣斷的時候是全部賣斷 那著作權的全部包括了什麼 它包括了在這本書呢 未來可以印的一個權利 那未來可以做成電子書的權利 它還可以在不同的區域裡面去翻譯成不同語言的權利 還有它在實體虛擬的這種各種通路銷售的權利 通通都賣斷給它 那這有什麼缺點呢 就是因為出版社實體的銷售呢 是有它的期限的 而且它印出來的時候需要保管的 那通常如果不像你這個這樣的暢銷作家 通常的出書呢 它了不起一次就是印2000本了 對啊 2000本其實 現在行情順便2000本 真的很難賣 你2000本賣工其實算很厲害 2000本你能夠賣完 基本上你就算是他們定義的暢銷作家 確實是這樣 那麼所以出版社一次就印2000本 那麼如果印完2000本之外 還有那個讀者想要買 譬如說他想要再買10本的 有買我買得到 買不到啦 對啊 因為那個出版社他不會因為應用 為了再多賣10本 再去賣印那些塊2000本 對啊 機會成本 因為另外2000本印出來的時候 他還得找一個倉庫來把它堆起來 另外再找貨車去做運送銷售 就為了賣那10本 不會 所以他就乾脆不印了 這樣作家很虧耶 聽起來作家真的是滿弱勢的 對 那他不印的時候 你作家依照他拿來給你的合約 你可以咬他嗎 好像不行 不能 因為沒有說他一定要怎麼樣 你沒有辦法要求他一定要繼續再印 那結果你能賺到的錢呢 就是他第一刷的那個數量而已 第一刷我跟大家講 第一刷大概了不起就兩三千本 是 所以呢 如果你簽訂的就是賣斷的時候 到時候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賣2000本賣完了之後 你的親戚朋友 你的這個 這個著名來的一個讀者呢 鐵粉們 買不到 想要再買的時候 就買不到了 蛤 真的很慘耶 變成反而是作者要回頭 土谷哀求出版社 我可不可以在另外一地 幫你作權買回來我自己再印 那你覺得他會花多少錢 把他的著作權再賣給你 搞不好比你給你的版權還多 你還要倒虧再把你自己的著作權 作家真的是很慘 這個是什麼狀況 我花了三百個小時去寫 好不容易寫出的著作權 最後我還要虧本才能買回來 所以這是一個不對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特別建議 所有的未來有志為成為作家的這些 對啊有沒有一些絕招 聽眾齁就是 不要用出版社的那些合約跟他們簽 尤其是特別要去看 那個不要用賣斷的方式 我們可以改採授權的方式 譬如說呢尤其是現在傳統的出版社 他們特別的強項是在紙本書的銷售 那你其實就不應該把那個電子書 或者是網路上的版權呢 一次的賣斷給他 對啊像我們電子書一本了不起賺十幾塊 你賣沒幾本 對 假設一千本也才賺一萬塊錢 說實在 我們講的那個 國內的五大的這個實體書出版社 他們對電子書的一個銷售 甚至一個通路的一個這個復銷呢 搞不好沒有你熟 對啊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就如果我有想過這件事 那電子書我自己賣 說不定還可以賺更多 對線上幫你銷售的時候 我幹嘛中間還要再透過一個傳統的出版社 等一下我跟大家講 我現在的感想是什麼 這律師飛一小時一萬塊千萬不能省 如果我早就知道的話 這一萬塊早就不知道多賺幾倍回來 對啊 那你中間不用給他抽的話 就是那個90%是你賺的 那個10%你不要再只賺10%了 你應該另外90%在電子書 理論真的差很多 應該是你賺的才對 對 那尤其是在電子書的世界是無遠搏界的 不僅僅只有伯克萊的電子書 甚至還有美國Amazon的電子書 還有不同Google的電子書商城 所以我通路可以更廣 而且都是我的利潤 對那怎麼會是在一開始的 同一份的出版合約呢 就通通都去賣 對耶當初大家都沒有想到 這些傳統出版社 說不定傳統出版社連那個Google 有這樣子一個出版的一個 這個分論的一個工具 他都不知道耶 就算他知道 他在網路上擴散的能力也沒有你強 所以我幹嘛要交給一個 比你自己還弱的 對 畢竟現在是自媒體的時代 是啊是啊 所以這樣子的合約 我們可以把它拆分來授權 會是對作者最有利的 那有沒有一些經典的例子可以分享 剛好我們手上拿到這本 就是非常經典的例子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尼 他這本書後來衍生出 多大的衍生的利益 大家知道 都很奇怪 像是有電影嗎 遊戲嗎 等等非常多 他拍成電影了 他做成桌遊了 他甚至做成動漫了 他還做成了遊戲了 那這後面所賺到的錢 如果你在一開始的這個合約裡面 全部都賣斷給出版社的話 後面都是出版社賣 所以作者分不到一杯羹就對了 作者可能分不到一杯羹 除非你在一開始的合約裡面 去把它的這個衍生 著作的產品的利益保留下來 衍生著作產品的利益 就是比方說像我是投資理財 那如果出一個現金流的桌遊 那個權利就是歸我的這樣 沒錯沒錯 這個你舉的例子就是非常有名的 《窮爸爸父爸爸》那個案例 這本書非常有名 對 那個清奇先生呢 他後來這本書呢 產生出來另外一個桌遊 這個現金流遊戲 那那個現金流遊戲 理論上都是清奇他自己的權利 但是你如果說 你把這個整個的 idea 跟這個合約 通通都賣斷給出版社的話 那最後出版社 做出來的這些現金流遊戲呢 該賺的就會被出版社賺走了 所以以後律師有建議在合約裡面 要怎麼樣去注意 才能避免這樣子的一個行為嗎 對 我特別建議的就是 在合約裡面呢 我們應該把它改採分塊授權的方式 分塊授權 對 就是說我們把著作權呢 把它分塊 第一個實體的虛擬的 那是書籍的出售 跟其他衍生性的一個產品 分開 一塊一塊的來授權給你的 那幫你賣的人 不管他是出版社 不管他是一個網站 不管他是一個 這個線上的一個行銷公司 都一樣 我們把它分塊的來賣 那同樣一本書 你花三百個小時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分拆過 來收到不同的錢 這樣可以賺比較多次 那就是倍數獲利了 那我們實在是太笨了 難怪賺那麼少 沒關係 現在是第三本書 第三本 來不及了 第四本書再重新擬特異 對 尤其是 不要忘記 前面幾本書 裡面的理念還是你的 那些理念那些稿本 你重組了 其實作家的能力就是 同樣的東西 他可以去重新捏了 再重新作造出新的產品 這個才是你真的獲得最大的能力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黃沛森律師 帶給大家這麼寶貴的一課 假設我早前一點吃到這件事情 不知道可以多賺多少錢 對 那我想要建議各位的就是說 其實 律師也不是像 所有的作家一樣 就是說 能夠幫忙賺錢的 才是厲害的律師 那我特別針對商務的部分 有很多的研究 所以在各產業的領域呢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都來找我們諮詢 那我相信在做生意的部分 可以給各位蠻多的建議 好 謝謝黃律師 下次我有更多問題 一定要先問你 不然這個未來損失可能會更大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去找黃沛森律師諮詢 那也別忘了支持台灣的出版社 讓這些作家能產生更多的好處 來送給大家 對 謝謝阿格力 謝謝觀眾 謝謝各位